究竟這些藥是否需要每天使用呢? 其實不一定要每一個小朋友每一天都要使用這些藥物 譬如如果小朋友只是專注不足的問題 其實求學時期很難說不專注都可以學得好 所以通常上學時我們都會建議小朋友使用藥物 但如果這類的小朋友在放假或生病的時間 食不食藥有時未必必需要 尤其是如果腹狀特別明顯 已經影響到胃口甚至影響到體重的話 有時我們會建議他們在週末的時間未必食藥 但過痛匯藥得症狀比較明顯的小朋友 有時每一天食藥可以帶給他們一些良好的操縱行為和行為管理 這些習慣是需要長期培養的 通常這些小朋友我們會建議每天食藥的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